陌生男子闯进家里 蹬着母亲的面绑走儿子 女性明明看见却无动于衷 反而更大声的切裁 试图用声音来掩盖儿子的呼救 也掩饰他内心的慌张 直到儿子不两个男人抓住 压上面包车渐渐走远 母亲才心虚地停下手中的刀 因为他就是 替称绑架案的策划者 他眼睁睁看着儿子被带走 送进一个叫五行书院的地方 而这个五行书院的原形 正是我们熟知的预章书院 朝阳之所以被母亲送去那里 与现实中其他孩子的原因一样 逃课上网 不服管教 这天他被母亲在网吧抓了个现行 看着凶神恶煞的母亲 朝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慌张的他不知该如何解释 母亲生气地直接在网吧大吼大叫 让儿子感觉非常没有面子 母亲写得火冒三丈 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却是个只会打游戏的废物 但他不知道的是 儿子其实是在当赔完挣钱 他带人上分 一小时能赚五十块 这样就可以帮母亲分担一些经济压力 然而在中国家长的眼中 打游戏就是玩无丧志 未成年去网吧更是罪无可赦 认定了他就是个网女少年 气头上的母亲 抓住儿子直接赏了一巴掌 被打懵的儿子下意识要抬起手 怎么了 动手啊 你要打我吗 母亲愤怒地谴责儿子 现在就会陪老女人打游戏 长大了就要陪喝酒陪吃饭 朝阳觉得母亲无理取闹 说话太难听 侮辱自己的朋友 但母亲依然认为 会打游戏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 朝阳听不下去 你在广东不是也陪人吃饭喝酒吗 谁做生意 我没看人是换的 臭罪 你这个臭罪 骂完他抢过儿子的手机 想要删掉他那些游戏里的好友 朝阳吓得苦苦哀求急忙认错 游戏删了可以再下载 但客户跑了就再难找回了 更别说有些客户还没有结款 但母亲已经被愤怒冲昏的头 发了风势的大呼大叫 更可怕的是 母亲当晚觉得五厅院 见了一个陌生男人 这男人对自己上下其手 换了一个学位名额 男人就是五行书院的校长 传言无论多么顽劣的孩子 只要经过他的调教 都能感谢归正 送别的那天 母亲特意做了朝阳 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朝阳大口大口的吃着 丝毫没有意识到 这是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后的晚餐 直到朝阳被两个陌生男人 驾上面包车 他都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母亲看着儿子消失的方向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这一决定 也将让他彻底失去儿子 男孩被送进一张书院 足足调教了三个月 当母亲第一次来看望时 看到儿子坐自端正 彬彬有礼的样子 母亲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拿出儿子最爱的糖醋排骨 想奖励他 可朝阳依然端坐原地一动不动 即使校长走过来看的这一幕 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去吧 得到校长的允许 朝阳这才敢拿起筷子 狼吞虎咽起来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询问儿子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朝阳谨慎地抬头瞥了一眼 突然坐直身子 妈 你放心 我很好 我说了吧 你放一百个心 母亲察觉到有些奇怪 等校长走远 暂时确认 儿子是否真的好 朝阳眼中顿时充满恐惧 他转头确认校长不在附近 凑近母亲小声求救 此证校长就像鬼样突然出现 打断了朝阳地说话 还命令两名学生将他带走 母亲见状觉得奇怪想阻止 去跟校长安回了座位上 对着他洗脑 再过两个月 再去半年 恐怖一下 我上来保证 他以后就是一个人 也不会再打游戏机 母亲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可以想到 这是唯一能治疗儿子的方式 男人不吃苦还想成才的道理 所以并也没再多问 但这也意味着 他将永远不会知道 儿子在这书院里 多受了哪些非人的折磨 电击 鞭打 跑圈 这些还都是小儿科 校长教官不仅是施暴的恶魔 甚至还培养帮凶 那些被送来的孩子们若是乖乖听话 就会被赋予一定权利 渐渐的 他们体会到欺凌弱小的快感 开始肆无忌惮地欺负别人 这些小胖因为没有吃饱 偷偷藏了一个馒头在口袋 不料被班长发现 他怎么能错过这次欺负人的机会 于是喊上几个手下围住小胖 书院里出了个贼 几个人缩出馒头后人不解析 直到发现小胖的裤子才舒服 一旁的阿红看不下去想阻止 却被朝阳拦住 他上次因为企图逃跑 已经被打怕了 现在的他不再具有通信心 小胖的哀嚎传遍了整个食堂 所有人都对眼前的暴行置我网闻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里帮助别人 只会让自己死得更惨 出生牛犊不怕虎 刚进书院的阿红实在做不到袖手旁观 起身上前挑衅班长 你很不服吗 女孩悄悄凑近男孩 张嘴狠狠咬断了他的耳朵 气得男孩破口大骂 疼得呲蛙乱叫 却又吃软怕硬 见女孩不好欺负 只能转身去拿小胖出席 这也是书院里的学生一派作风 目睹了全城的朝阳 心里产生的强烈的矛盾 三个月之前 他还是主动帮母亲分担压力的好孩子 经过改造 反而成了面对霸凌时沉默的帮凶 到了晚上 班长带上一帮人抄了家伙 再次找到阿红报复 他们将阿红和小胖逼到出角落 就在这一时 朝阳不再视而不见 他挺身而出 维护在两人面前 手指长跪一抵五 就出了给阿红争取时间 与此同时 阿红踩着小胖的肩膀爬上墙头 在小伙伴一声声快走中 他依依不舍地回头 因为他知道 自己走后 小胖和朝阳就遭受新一轮毒打 然而他还是依然决然地逃了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阿红逃出书院后 第一时间来到网吧 写下五行书院 杀人幽无形几个字 他要向世人揭发 这如同地狱般的地方 最终经过曝光 五行书院终于被查封 被送进去的孩子 也都得以解放 然而那些心灵上的创伤 用一声也无法治愈 朝阳虽然回来了 但也不再是从前的他了 母亲此时已经感到后悔 拿出他的手机 告诉他 其实那些好友他都没有删 然而儿子还是没有太多情绪 只是轻描淡写了一句谢谢 他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 母亲让他做的 他才敢做 没有母亲的命令 他就正惊畏作 朝阳低着头狼头虎烟 因为曾经在书院里 去饭慢了就会被打 母亲看着 眼里满是心酸 好端端的孩子 怎么就成了这样 他某人发现自己打饭了饭菜 慌张地趴在地上 因为在书院里 饭菜撒了也会被打 他一边哭 一边把脏脏的饭菜 撒进嘴里 看到儿子如今没个人样 母亲再也绷不住了 只要一切都在难以挽回 而小五也只是千万被书院迫害的孩子之一 都说电影是现实的反应 然而许多人在看完这部短片后 反应是太假了 因为现实原型里的孩子 下场通常比小五还要惨 更可怕的是 直到曝光之后 依然还有家长责怪大众 好不容易能有个管好孩子的学校 竟这样被端掉了 而这也恰好反映了这部短片的核心 影片表面上是揭露书院的恶魔行为 实际上也反映出了 中国是教育的一个弊端 自己教育不好孩子 就推卸责任 最常用的教育方式就是暴力 把孩子打怕了 孩子就会屈服听话了 一旦孩子出现逆反心理 他们总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都是为你好 此话一出 孩子们就会猛的一阵愧疚 然后任由那条爱为民的绳索 将自己牢牢捆死 所以为人父母 依然是一门深奥的必修可 家庭中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和关爱 仍然不容忽视 只有耐心教育和细心陪伴 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好孩子 喜欢的朋友记得看看原片咯